据路透社报道,近日匈牙利拦下了一份批评香港新法律的声明 据了解,这份声明是由欧盟方面拟定 意在针对中央在香港推行的选举改革 按照原定计划,此声明会在每月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发表 不过由于匈牙利的阻拦,在这场每月例会到来之前 另一场会议已经取消了相关草拟文本的议程 而根据欧盟的相关规定,如果没有获得27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 那么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不能通过任何议案 这也就意味着由于匈牙利的反对,这份议案已经夭折 正是由于匈牙利的反对,这项反华声明现在才未能问世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华立场上 匈牙利最近表现出的态度一直都与欧盟不同 在此之前,欧盟打着维护新疆人权的旗号对中国发动了制裁 当时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就直言这样做毫无意义 并抨击欧盟制裁中方官员愚蠢 而在本次,欧盟又打算利用香港问题对中国出手之际 匈牙利再次出面,打乱了欧盟的反华计划 同时也让欧盟背后的美国反华阴谋破产 不过,据欧盟高级官员透露 在即将到来的5月外长会议上 欧盟可能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为了讨好美国,他们终是把自己推向了中国的对立面 虽然不知这样做,欧盟究竟会得到什么好处 但很明确的是,他们必会因此收获与华作对的坏处 在全球疫情还未完全结束之际,国际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现在欧盟不停攻击中国 无异于亲手消磨中欧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就算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中国医疗方面的帮助 但是在后疫情时代,欧盟能保证离开中国市场后 他们能全面实现经济复苏吗? 现在欧盟一味制裁中国 就是对中欧合作大局的严重破坏 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 那日后他们必会吃到苦头 其实在此之前,德美已经提醒过欧盟制裁中国是无用功了 当时有专家表示,现在的中国过于强大 欧盟的制裁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所以欧盟很有必要赶紧清醒一下 不要跟在美国身后异步异趋 而且按照美国的做事风格 就算欧盟百般讨好 他们在欧盟没有利用价值时也能弃之如碧履 所以为了防止最后洛德格被中国回击 美国抛弃的下场 奉劝欧盟还是仔细权衡一下利弊 再做结论为好